Shalom 平安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每日时光 今天我要继续要与大家分享的上帝的另一个名号 就是平安之王 耶和华 沙龙 耶和华 沙龙 耶和华 沙龙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四诗句第六章23节到24节 耶和华对他说 你放心不要惧怕 你必不致死 24节于是 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 住了一座坛 起名叫耶和华 沙龙 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复拉之道如今 耶和华上帝告诉基甸 你放心不要惧怕 你必不至于死 于是基甸就在那里住了一座坛 给他起名叫耶和华 沙龙 沙龙 希伯来文就是平安 耶和华是平安的意思 平安的言文有平安 和平 和睦 平平安安 今天能给耶和华上帝的注意座坛的起名叫耶和华 沙龙 可以说他是最了解上帝是平安的上帝 当他胆怯 不敢去面对米甸人的时候 耶和华对他说 在四四纪第六章13节到第16节 我与你同行 我与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甸人 上帝在这一句话不但使他有信心 更使他心里有平安 是要他打胜战 而不是打败战 在这《月博记》第二十二章21节 他说你要认识上帝就是得平安 福气也被领导你 今天原本心里是没有平安的 上帝的祸在他里面就有了平安 他一夜之间就在那城里 他的夫妻巴黎所住的坛 所有的偶像全都给砸了 破碎了所有他父亲所建立的偶像的祭坛 巴黎神能够给他的夫妻什么呢 什么都不能够给 反而给他惹来很多的麻烦 使以色列人远离了上帝 而耶和华上帝却给了祭奠平安 使他有力量打败米甸人 我们不能赐人平安 任何人也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平安 我们的主可以 Amen 他是赐平安的上帝 Hallelujah 上帝说在四十纪第六章23节 你要放心 不要惧怕 你必不自私 当上帝这样说的 我们就有平安 无事了 有事也变为没有事 所有的惧怕都会消失 平安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在他里面就有平安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27节 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Amen 当我们的父亲离开这世上的时候 当他们年老要离开这世上的时候 他们离我们而去的时候 他们也会留给我们什么呢 他们只是留给我们 只是产业 房产 钱财等等 但他们却不能将平安留给我们 但是我们的主呢 离开世界 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 却把最宝贵的应许呢 留给我们 平安呢 比什么都更重要 上帝应许呢 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 我们就肯定得平安 因为呢 平安不是可以货钱可以得到的 也不是任何人呢 所能够给我们的 这主呢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呢 应许赐给我们平安 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呢 是真实可靠的平安 在腓立比书呢 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 他说 应当一无过滤 只要凡世界的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Amen 人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不知道呢 前面的道路如何 但是呢 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当中呢 我们只要仰望上帝呢 他是知道我们的需要 凭着信心呢 交托给我们的上帝呢 我们心里就有平安 是的 要得到真正的平安 只要我们悔改 归向我们的上帝 接受耶稣基督呢 成为我们的救主 凭信心呢 将所有的事交透于他 于主呢 我们就得到真正的平安 这个世界呢 每一天呢 不停地变化 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不可意知 我们的未来是如何 每个人心里呢 都充满着 惊慌惶惶不定 然而我们相信 有许多的未来事情呢 我们现在不能试透 但我们知道 我们的明天 是谁掌管 是耶稣掌管我们的明天 Amen 我们心呢 就能够平安 我们知道 他牵着我们的手 他从不离开我们 他与我们同在 他是赤平安的上帝 新的一天开始呢 愿各位弟兄姐妹呢 我们都能够拥有真正的平安 愿上帝的祸意 祝福你们